他們在定調他們的價值 那這個當然你說 這個其實叫做黃國昌style 這個就是黃國昌 當他四年前他在國會的時候 大家要記得一件事情 四年前 不是四年八年前 2016年 2016年的時候 那時候時代力量進到國會 那那個時候的這個 因為是民進黨第一次國會過敗 那時候蔡英文提出國會改革 那時候蔡英文的國會改革的政見裡面 包括聽證調查制度 你懂嗎 那個東西是八年前 蔡英文競選 第二次競選 就是他第一次當選的時候 就提出來的政見了 結果有沒有實現 沒有 為什麼 聽證調查制度是什麼 立法院 我們現在的調查權在監察院 如果你加了聽證再加調查 裡面會有一些 它那個是叫做 你要再定一些相關的法規 其實裡面最簡單的 按照過去 那個以前立法院有人提過 叫林佳龍 林佳龍他提的這個 聽證調查的這個版本 他說如果官員在國會說謊 要用偽證罪移送 這有點比照美國國會了 如果隱匿 就比如說立法院掉一支照 你不提供 要用偽證文書罪移送 什麼都有罪啊 那現在你覺得民進黨會拿石頭砸自己的腳嗎 接下來我們要高端的合約 我們要什麼資料 你覺得他們會敢給嗎 我們要那個賴皮療 到底這些人員的薪資 跟他們相關的這些開銷 全部把它列出來 你看基本上王宏威那時候去調 他們說不予提供 對 有沒有 拒絕 對 現在的行政部門是可以什麼都可以 現在的調查權是在監察院 監委所上 都是想給才給 那現在立法院如果需要這樣的制度的話 那執政黨 通常來他們不會希望 可是現在麻煩的是 立法院民進黨不是最大黨啊 也沒有過半啊 所以他們現在很尷尬就是說 如果 要不要同意 不是 如果 這個為什麼民眾黨要開這一槍 就是意思就是說 如果國民黨願意跟我們合作 我們就來建立這個機制 你民進黨願意的話 我們來建立這個機制 可是你 我們才願意支持你的院長啊 簡易說 民眾黨要拿這個來要挾民進黨 但是民進黨昨天他們的回應 就很簡單啦 什麼叫做 院長應以 市任為考量 你知道 2016年2月1號 那個時候是蘇嘉全當選立法院長 那個時候時代力量 黃國昌委組合時代力量 是支持蘇嘉全的 為什麼 因為 他們 就是民進黨提出了國會改革方案 即便現在跳票 你懂嗎 那個時候時代力量 就是因為你們有這個我才支持的 是 好 那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民進黨 拿到了這個國會多數 拿到了院長之後 很多改革都不做了 當然啊 我跟你講那時候他們還有提什麼 立法院長要記名投票 現在立法院長有記名投票 沒有 現在是地方議會的政府議長要記名 但是立法院長是吳記名投票 所以下禮拜投票是吳記名投票 對2月1號是吳記名 是一張113個立委全部在上面 所以呢第10屆立委發生一個有趣的事情 那國民黨有39個 加上傅崑奇總共39票 結果呢 最後賴世保 那時候賴世保 國民黨是推賴世保 賴世保開出36票 他有3票 1票投給楊瓊英 這個副院長人選 蓋到院 就是說他要投院長 結果他蓋到副院長 然後呢 另外1票投給賴品瑜 因為都姓賴 所以他蓋錯了 有跑票之嫌疑啊 還有1票是蓋到無效票 就是他蓋了2個人 他蓋了自己的名字跟賴世保 是 所以國民黨那個時候跑了3票 對 好 他不知道是誰啊 其實黨團大概都知道啦 可是呢 就不要講出去 沒有證據啦 因為本來就會輸 他們就說那個 無關勝負啦 所以那個就是不要拿他講出去 不過要命你來看 他的那個策略 到底國會的聽證調查權 是一個談判的策略 還是說真的要健全國會的制度啊 欸 現在國民黨不反對啊 是啊 我們支持 國民黨支持啊 作為在野黨喔 有了國會聽證調查 你就有 等於你有一把 很厲害的監督的工具 老虎就有牙齒 那未來我告訴你喔 就會很有趣喔 所以我跟你講 新國會會有很多很有趣的現象 是 就是執政黨不希望 反正在野黨給他過啊 是 所以 這個四大承諾 未來還是要相關的修法 才能去落實啦 那國會的席次的部分喔 因為現在應該這樣講 就立法院長的部分很簡單 因為立法院是 多數決 可是呢 立法院長是 第一輪沒有過半 他有兩個人 就是說第一輪 如果你的這個人選沒有過半 你就進入第二輪 那當然現在民眾黨 現在國民黨是說 欸 民眾黨 你這些我們都是 我們還加碼 我們還要什麼 還要什麼 民眾黨會不會願意把票投給韓國瑜 你懂嗎 就是 現在就要看白銀 柯文哲跟韓國瑜關係還不錯啊 本來民眾黨都說要投韓國瑜 是 現在他們突然又說 你要答應這個嘛 結果國民黨說 欸我們都接啊 我們都收 我們都這四個我都同意啊 好 然後這個代表什麼 這代表國民黨 這個 反正現在執政黨是民進黨啊 對啊 所以當國民黨同意了 現在是民眾黨決定 既然他們同意還加碼 我們也來我們就合作嘛 那我們現在就投給韓國瑜好了 要不要這樣 這是現在民眾黨要思考的問題 是 好你投給韓國瑜之後 民進黨一定把你打成說原來你們就是韓粉 小蘭啊 或是小韓粉啊 就是他們一定這樣打嘛 可是不管 可是對於民眾黨來講會不會有人跑票 跑票關鍵在這邊 民眾黨一樣有可能有人跑票哦 什麼陳昭斯他會不會投不下韓國瑜啊 都 到時候我們等著看 那個都是變數啊 對裡面都還有有變數 但是目前看起來 因為就算民眾黨 扒票 他只要不往民進黨投 就是韓國瑜當選 就韓國瑜當選 就是韓國瑜當選 所以這個邏輯很簡單 這個這一次的選舉 等於說民眾黨希望 把自己那個關鍵少數的角色放大 而國民黨很簡單 就是我要當在野的領袖 是了解 剛剛陳昭雲有分析 從策略上來看說 藍白現在第一招都先出手 那先試探對方 到底有沒有繼續合作 不管怎麼樣 國民黨第一大黨 現在擁有52席 如果是假設 白銀要自己推人選的話 韓國瑜還是篤定可以當選 即使第二輪 那目前可能的人選 包括韓國瑜 尤其昆氏民黨 可能推出了人選 那如果白銀 民眾黨要自己推人的話 包括黃國昌 搭黃珊珊都有可能 袁茲你即將進入立法院 目前黨團到底怎麼運作 有沒有可能假投票 黨團目前完全沒有運作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運作 也沒有任何訊息 完全沒有 但我自己的評估是這樣 第一就是說 這個民眾黨什麼時候會決定 他們的做法 這一兩個禮拜都不會有結果 我認為他們可能會拖到 大概1月31號 或2月1號 他們才會先底牌 下禮拜吧 但這兩個禮拜 他們會一直不斷的出招 就像昨天剛剛陽明講的 哪有那麼快就直接出招 因為他絕對會在這個過程當中 把自己的聲量弄到最高 累積到最高 累積到最高 然後他先凸顯說 我們雖然小 但是我們是改革派 我們先拋出來就是國會改革 你要不要跟 好 那國民黨第一時間是沒有回應 那今天的新聞稿 其實也感覺是有回應 但又感覺不是針對他回應 就是只是說 有啊 你看得懂新聞稿的寫法嗎 還是有相關的意思 有相關的可以寫個漏漏燈嘛 就變成說你自己 就寫個漏漏燈 意思就是說 那個我好像有回應 但我又不是完全是針對他回應嘛 就營造出這種感覺嘛 那民眾黨如果有收到的話 他也還會再繼續出招 還會再出招 還會嘛 他就第一個 國會改革 感謝國民黨民進黨 都有正面回應 那接下來我們要談談什麼議題 接下來我們談法案 談什麼議題 再談什麼議題 就是一直談到2月1號為止 所以這個事情不會這麼快落幕 不會這麼快決定 你覺得說會就制度上 國會改革的制度上去談 還是說會就人選進入時事討論 因為國慶到最後在軍越飯店的時候 六點協業後來就破功了嘛 所以會從制度上嗎 還是人選進入時事討論 他人選最後才會定 他前面都是在講制度 然後最後他可能做一個裁判嘛 說國民黨好像你跟我比較合 或者是民進黨跟我比較合 所以我們決定支持誰 他最後可能會用這種做法 那會一直大概兩個禮拜 有些人選進去給大家看 那個理商給我 從事件站到時 那裁判